第37回 司马辉再见明氏 刘轩德三顾草庐 却说徐树赞成父许昌 曹操之徐树已道 遂命循玉成玉等一般谋士 网迎之 树入相府拜见曹操 曹曰 宫乃高明之士 何故屈身而视刘备 树曰 某又逃难流落江湖 偶至心也遂与玄德交后 老母在此兴蒙慈念 不胜愧感 曹曰 恭今至此 正可晨昏侍奉令堂 无意得听清会议 树败谢而出 即网见其母 弃败于堂下 母大惊曰 辱何故至此 树曰 仅于新野是刘欲舟 因得母书 故兴夜至此 许母勃然大怒 拍案骂曰 如子飘荡江湖数年 无以为辱学业有尽 何其反不如出野 辱记读书 许之忠孝不能两全 岂不识曹曹 欺君往上之贼 刘玄德仁义 不于四海 旷又汉氏之咒 如计试之 得其主意 今凭一职尾书 更不详查 遂弃名投案 自取恶名 真于夫也 无有何面目与辱相见 如殿如祖宗 空生于天地兼儿 骂得徐树拜扶余地 不敢仰视 母自转入屏风后去了 少请家人出报约 老夫人自意于 梁间 徐树草荒入旧时 母气已绝 后人有徐母赞曰 闲哉 徐母 刘芳千古 首节无亏 于家有补 教子多方 出身自苦 气若秋山 溢出肺腑 赞美玉州 毁处未武 不畏顶祸 不具刀斧 唯恐后嗣 殿汝先祖 福建同流 断机堪武 生得其名 死得其所 贤灾徐母 流芳千古 徐树 徐树 贱母已死 枯绝余地 良久方苏 曹操使人积礼调问 又亲往祭奠 徐树藏母舅 于许昌之南园 居丧守目 凡曹操所赐 数据不受 石操欲商议难争 徐欲渐约 天寒未可用兵 孤待春暖 方可长驱大进 操从之 乃引张河之水 作一池 明玄武池 于内教练水军 准备难争 却说玄德正安排礼物 欲往龙中叶 诸葛亮呼人报 门外有一先生 鹅官博代 道貌非常 特来相探 玄德曰 此莫非 即孔明否 遂正一出营 适知 乃司马辉也 玄德大喜 请入后堂高座 拜问曰 北自别先言 隐君物孔总 有师拜访 有师拜访 今得光匠 大卫 仰慕之四 辉曰 闻徐元直在此 特来一会 玄德曰 尽因曹操 求其母 须母遣人持书 换回许昌去也 辉曰 此众曹操之记矣 无素闻 须母最贤 随为曹所求 必不肯持书 召其子 此书必诈也 缘直不去 其母尚存 谨若去 母必死矣 玄德 经问其故 辉曰 许母高义 必修建其子也 玄德曰 缘直临行 见南洋诸葛亮 其人若和 辉孝曰 缘直欲去 自去便了 何又惹他出来 欧心血也 玄德曰 先生何出此言 辉曰 孔明与 不灵崔周平 影川石广园 入南梦 宫威 与徐原直 四人为密友 此四人 物语精纯 为孔明 读 观起大略 常 报夕 长吟 而指 四人曰 宫等事尽 可置 刺史 俊守 众问 孔明之志若和 孔明 淡笑 而不答 每常 自比 管众 乐意 其才 不可量也 玄德曰 何应 川之 多贤 忽 辉曰 西有 殷魁 善观 天文 常畏 群星 聚于 影分 其地 必多 贤事 时 云长 在 策 曰 某文 管中 寓意 乃春秋 战国 名人 宫盖 还宇 孔明 自比 此二人 无奈 太过 辉笑 曰 已无 观止 不当 彼此 二人 我与 另一 二人 彼之 云长 问 哪 二人 辉曰 可比 星舟 八百年 之 江子 雅 往汉 四百年 之 张子 房 也 中阶 愕然 辉 下阶 相辞 欲行 玄德 留之 不住 会出门 仰天 大 笑 曰 我龙 虽得其主 不得其时 细在 言霸 飘然 而去 玄德 探曰 朕 隐居 闲 事 也 此日 玄德 和同观张 并从人等来龙中 遥望山盼树人 鹤除更于田间 而作歌曰 苍天如圆盖 陆地似齐菊 世人黑白芬 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 辱者定 鹿鹿 南阳游隐居 高棉 卧部族 玄德文歌 乐马患 农夫问曰 此歌 何人 所作 答曰 乃 卧龙先生 所作也 玄德曰 卧龙先生 住何处 农夫曰 自此山之南 一带高刚 乃卧龙刚也 刚前 梳林内茅屋中 及诸葛先生 高卧之地 玄德谢之 策马前行 不树立 遥望卧龙刚 果然清静异常 后人有鼓风一偏 单到卧龙居处 诗曰 襄阳城溪二十里 一带高刚 枕流水 高刚区区 压云根 流水缠缘 飞石水 是若困龙石上盘 行如丹凤松阴里 柴门半眼闭茅庐 中有高人 卧不起 修竹交加 列翠瓶 似时梨落 野花心 床头堆积 接黄卷 坐上往来 五百丁 寇户苍原石献果 守门老鹤 守门老鹤 夜听经 囊里名琴藏古锦 碧肩宝 剑挂七星 炉中先生 独优雅 闲来亲自 琴更驾 专带春雷 惊梦回 一声长笑 安天下 玄德来到庄前 下马亲寇柴门 一同出问 玄德曰 汉座将军 宜成廷侯 领宇周墓 皇叔刘备 特来拜见先生 童子曰 我记不得许多名字 玄德曰 你只说刘备来访 童子曰 先生今早少出 玄德曰 何处去了 童子曰 踪迹不定 不知往何处去了 玄德曰 即时归 童子曰 哦 归期亦不定 或三五日 或十数日 玄德惆怅不已 张飞曰 既不见 自归去罢了 玄德曰 且待片时 云长曰 不如且归 再使人来探听 玄德从其言 嘱咐童子 如先生回 可言留备拜访 碎上马 行树里 勒马回观龙中景物 果然山不高而秀雅 水不深而成青 地不广而平坦 林不大而茂盛 缘赫乡亲 松黄焦脆 官之不已 呼见一人 容貌轩昂 风姿俊爽 头戴逍遥金 身穿造布袍 帐离从山辟小路而来 玄德约 此必卧龙先生也 即下马向前施礼 问曰 先生非卧龙否 其人曰 将军是谁 玄德曰 刘备也 其人曰 无非孔明 乃孔明之友 拨领催舟平也 玄德曰 久闻大明 幸得相遇 请及席地全坐 请叫一言 二人对坐 于林间石上 官章 势力于策 周平曰 将军何故 遇见孔明 玄德曰 放尽天下大乱 四方云绕 遇见孔明 求安邦定国之策儿 周平笑曰 公以定乱为主 虽是人心 但自古以来 治乱无常 自高祖 斩舌起义 诸无道琴 是游乱而入治也 至哀平之时二百年 太平日久 往往窝窜逆 由游治而入乱 光无中兴 重整基业 赴游乱而入治 至今二百年 民安已久 故干戈又赴四起 此政游至入乱之时 未可促定也 将军 欲使孔明 卧悬天地 不坠乾坤 恐不亦为 突费心立耳 其不闻 顺天者意 逆天者劳 树之所在 李不得而夺之 命之所在 人不得而抢之户 玄德曰 先生所言 诚为高见 但被身为汉咒 何当匡扶汉士 何敢伟之 术与命 周平曰 山野之父 不足于论天下事 事成名问 故望言之 玄德曰 蒙先生见教 但不知 孔明 往何处去了 周平曰 无意欲仿制 正不知 其何往 玄德曰 请先生 同志 必献 若何 周平曰 于姓 颇乐 闲散 无意 功名 久矣 容他日 再见 炎气 长衣 而去 玄德 与官张 上马 而行 张飞 曰 孔明 又仿不着 却遇此 俯儒 闲谈 许久 玄德 曰 华龙先生 华龙先生 一回忆 玄德 便叫 贝马 张飞 曰 两一村夫 何必 搁个字 去 可使人 换来 变了 玄德 赤 曰 遂上马 再 王 防 孔明 官张 亦乘马 相随 时直隆东 天气严寒 同云密布 行无数里 忽然朔风 淋淋 瑞雪 飞飞 山如玉醋 临四银庄 张飞曰 天寒地冻 尚不用兵 岂已远见 无义之人护 不如回新爷 以避风雪 玄德 曰 吴正御师孔明 知我殷勤之意 如地被怕冷 可先回去 飞曰 死且不怕 岂怕冷乎 但恐哥哥 空牢神似 玄德 曰 五多言 知相随同趣 将进茅庐 呼闻路旁酒店中 有人作歌 玄德 立马听之 其歌曰 壮世功名 尚未成 乌乎久不遇阳春 君不见 东海老手 辞经阵 后车遂雨 闻王亲 八百诸侯 不欺慧 白鱼入咒 舍梦金 牧野一战 帮队 冲队 冲队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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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见 高阳九徒 其草 中 长衣 盲荡 龙准 宫 高潭 王霸 惊人 耳 戳 戳 戳 岩座 清英风 冲下旗城七十二 天下无人能记宗 二人功绩尚如此 至今谁看 论英雄 歌霸 又有一人鸡桌而歌 其歌曰 吾皇提见清环海 创业锤迹四百载 环陵祭业获得衰 奸臣贼子调顶奈 青蛇飞下玉座旁 又见妖红将玉堂 群道四方如已聚 尖雄百倍 鸡鹰阳 无柴长笑空拍手 闷来村殿饮村酒 独善其身 尽日安 何须千古 名不朽 二人鸡霸 扶掌大笑 环德曰 窝龙 骑在此监护 随下马入殿 见二人平桌对饮 上手者白面长须 下手者清其古帽 环德一而问曰 二公谁是窝龙先生 长须者曰 公何人 欲寻卧龙何干 环德曰 某乃刘备也 欲访先生 求既是安民之术 长须者曰 我等非卧龙 皆卧龙之游也 无奈映川石广元 此位是汝南梦恭威 环德喜悦 被九闻二公大名 幸得谢后 今有随行马匹在此 赶请二公 同往卧龙庄上一坛 广元曰 五等界山野慵懒之徒 不行治国安民之事 不劳下问 民工请自上马 寻访卧龙 环德乃词二人 上马头卧龙刚来 到庄前下马 叩门问童子曰 先生今世再庄否 童子曰 现在堂上读书 环德大喜 遂跟童子而入 至中门 只见门上大书一连云 但博以明智 宁静而至远 环德正看间 忽闻引勇之声 乃立于门侧窥之 见草堂之上 一少年雍庐报夕 歌曰 奉翁翔于千刃系 非无不弃 是福处于一方系 非主不异 乐功耕于龙母系 无碍无碌 了记傲于秦书系 以待天使 环德带齐歌霸 上草堂诗礼曰 北九木先生 无缘拜会 左隐徐原职称箭 静置仙壮 不欲空回 仅特冒风雪而来 得战道貌 实为万幸 那少年 慌忙打礼曰 将军莫非流豫舟 遇见家兄否 环德惊讶曰 先生又非卧龙爷 少年曰 母乃卧龙之地 诸葛君业 与兄弟三人 长兄诸葛锦 现在江东 孙众尊重谋处为牧宾 空名乃二家兄 环德约 卧龙谨在家否 君约 作为崔州平相约 处外咸游去矣 环德约 何处咸游 君约 或驾小舟 由于江湖之中 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 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 或乐勤其于洞府之内 往来莫测 不知去所 环德约 刘备之如此缘分浅薄 两番不欲大贤 君约 少做献茶 张飞约 那先生既不在 请哥哥上马 环德约 我既到此间 如何无异语而回 因问诸葛君约 闻令兄卧龙先生 书安韬略 日看兵术 可得闻乎 君约 不知 张飞约 问他则甚 风雪甚紧 不如早归 环德赤指之 君约 家兄不在 不敢久留车记 荣日却来回礼 环德约 岂敢望心声望驾 数日之后 备当载智 愿解纸笔作译书 留达令兄 以表留备 殷勤之意 君遂尽文房四宝 环德喝开洞笔 浮展云间 写书约 北九目高明 两次近夜 不遇空悔 惆怅何寺 且年备 汉朝苗义 烂涛明绝 辅读 朝廷灵替 刚记崩催 群雄乱国 恶当欺君 北心胆剧烈 虽有框记之城 始伐经伦之策 阳望心声 仁慈忠义 开然斩律 望之大财 始自防之洪略 天下兴慎 社稷兴慎 先死不达 再容斩戒 勋目 特败尊严 面清笔捆 通膝渐远 玄德写霸 帝与诸葛军收了 拜祠出门 军送出 玄德 再三殷勤致意而别 方上马御行 忽见童子招手离外 叫曰 老先生来也 玄德侍之 见小桥之息 一人暖帽遮头 胡求碧体 骑着一驴 后随意清衣小桶 携一葫芦酒 踏雪而来 转过小桥 口吟诗一首 诗曰 一夜北风寒 万里同云后 长空雪乱飘 盖进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 一世玉龙斗 纷纷临驾飞 请客遍宇宙 七驴过小桥 独探 梅花寿 玄德文歌 曰 此真 卧龙意 滚安下马 向前施礼 约 先生冒含不意 刘备 当后久矣 那人慌忙 下驴打礼 诸葛君 再后约 此非卧龙家兄 乃家兄岳父 黄承燕也 玄德约 世间所淫之巨 极其高妙 诚宴曰 老夫在小叙甲 观梁府淫 既得这一片 试过小桥 偶见梨落间梅花 故赶而送之 不其为尊客所闻 玄德约 曾见令叙佛 诚宴曰 便是老夫 也来看他 玄德文言 词别成宴 上马而归 正值风雪又大 回望卧龙岗 异样不已 后人有诗 单道玄德 风雪仿孔明 诗曰 一天风雪 仿贤凉 不遇空回 易感伤 洞河西桥 山石滑 寒亲安马 路途长 当头片片梨花落 扑面纷纷柳絮狂 回首亭边 遥望处 烂银堆满 卧龙岗 玄德回新野之后 光阴荏苒 又早新春 乃令捕者蛇狮 选择极期 摘戒三日 寻墓更衣 再往卧龙岗 夜孔明 观章 闻之不悦 随意其入见玄德 正是 高贤为福 英雄志 曲节偏生 节事宜 为之其言若和 下文变小